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人囉 歡迎大家 嘉惠元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嘉惠元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歡迎收看全球大視野 我是林嘉元 請大家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一起衝進全世界發燒榜 今天裴洛西真的要來台灣了 但是卻讓台灣兵凶戰危 美國已經出動了八架F15的戰鬥機 還有五架的空中加油機 你可以看到非常的緊張 另外更別說 其實王毅外交部長 他也說出重話了 表示說在台灣問題上 你美國是怎麼樣 背信弃義令人不齒 華春瑩甚至還說 一切嚴重後果要由你美國來承擔 好話都說成這樣子 裴洛西還是不請自來 把台灣推上了兵凶戰危之地 另外東部戰區 其實也有秀出不同的一些武器 比如說還打了馬賽克 有什麼樣的意涵呢 還有包括山東跟遼寧要夾擊 美國的雷根號李根號航母嗎 也是今天關注的重點 今天來賓非常的精彩 先介紹今天重量級的雨台人 前地方委員雷倩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平安 以及帥化民將軍 主持人好大家平安 好待會還有蔡正元委員 我們先來看看呢 裴洛西的專機 終於看到了他的一個路線了 可以看到的包括了說 終於出現了 真的是要來台灣的是松山機場 在10點44分會landing 你可以看到他轉了好大好大的一個圈 想先問一下倩姐 因為我們都知道美國以前的時候 我去人家家裡的時候都會怎樣 很正大光明 這次不一樣喔 你看他繞了這麼一大一圈 什麼意涵啊 對以前美國作為一個一等強國 在全世界可以說是 大家能夠歡迎的一個最重要的來客 包括我們一直在討論 七幾年的時候 那個金瑞契議長到亞洲的這個訪問 都是這樣子歡迎的 雖然背後的折衷也非常的複雜 這次我覺得我們真的是在 戰爭與和平的轉利點上 也在區域地緣平衡的轉利點上 雖然說看起來出招的是美國 但是最後的鹿死誰手還未可知 因為現在美國對於中國大陸 所做的這些作為呢 如果你從美國的一些戰略學家 他們長期寫的文章 尤其是從大概兩年前開始 你會看到很多人在討論說 我們怎麼輸給中國的 我們怎麼樣要不犯在歐洲的這些錯誤 我們要怎麼樣重新的 去獲得美國的優勢的 這一系列的戰略文章中 他們大部分都在期待一個 小的戰爭 一個小型的戰爭打破現在的區域平衡 阻止中國大陸的上升 讓美國重新進入亞太的全力平衡 這個小的戰爭到底是怎麼界定 如何可以有一個小而可控的戰爭 時常是這些戰爭學家在思考的 但是他們的前提都是 一定要阻止中國大陸的上升 但是今天的中國大陸 無論是它的經濟 已經是全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 同時我們也時常給大家看到 它跟全世界其他國家的貿易關係呢 代表它在世界上面 所融合的程度已經大於美國 它是更多國家的首要貿易夥伴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要再去踢出一個中國大陸 產生一個沒有中國大陸 或者是阻止中國大陸上升的這個世界 一定會影響到全世界人民的福祉 因此各個國家就會對他們自己 國家的利益做他們的考量 譬如說我覺得這一次 亞太地區的國家 態度其實是很明顯的 包括第一個到的新加坡李顯龍 也是繼續的提醒 因為我們都好不容易走過COVID的疫情 好不容易走過了烏克蘭戰爭 對於能源跟全世界供應鏈 跟糧食的衝擊 還在面對氣候變遷的時候 你需要一個穩定的市局 大家攜手合作 也就是說需要去選擇和平的路徑 為什麼一定要去用挑釁的方式 去選擇這條戰爭的路徑呢 我用挑釁的原則是 因為今天我用挑釁的原因是 今天在台灣並沒有什麼 立即而明顯的危險 我們沒有什麼立即而明顯 需要去解決處理的問題 因此它完全是美方 由裴洛西單方去選擇的一個時間點 那麼這個時間點呢 目的就是要創造一個 小的衝突以後 去重新界定這個區域的 和平安全穩定的 所謂美方的這個世界 那麼這個世界中間 如果中國大陸成為 第一級開第一槍的這個對手 那當然對於美國的戰略來說 就更容易的去讓全世界的人認為 中國大陸是一個危險的 不可信任的 在區域安全上面 是重大威脅的一個對手 而集中起來要去向他們對抗 這件事情已經鋪陳非常的久 包括前段日子在北約 他們難道不是開始說全世界的民主 也是北約的事嗎 所以這一次的裴洛西來 我覺得他的行程現在已經公佈了 他的行程主要是在所謂民主跟人權 這兩個議題上面做文章 那這兩個議題呢就會使得美國 在兩岸事務中間有了一個新的 利益關係人的角色 因為不要忘記了在79年之前 無論是三公報或者是後來的台灣關係法 美國一向都還會在文字上說 兩岸的事情要由兩岸的人民自行去解決 他們希望是一個和平的解決 但是他的主要原則是我們兩岸的人民 就是兩岸的領導人 兩岸的軍隊 兩岸的人民是要由兩岸去解決兩岸事務 但是現在的話風已經轉了 大家可能沒有很仔細的聽到 他們說全世界的民主都是美國的事 全世界的民主跟價值都是歐盟的事 那這種轉變其實是非常大 看起來是微微的一點轉 但是我可以說 就好像你原來是要往東去的 現在這輛車已經開始往西去 而且往西去的戰爭選擇越來越明顯 對於台灣的威脅也就越來越大 對啊 北約都已經是冷戰時候的產物 華沙公約都已經解除了 都已經沒有了 結果現在北約進南還存在 還要不斷的擴充 擴充到亞洲來管到亞洲的事務 亞洲人應該管自己的事務吧 而不是北約來管自己 他們自己家裡的事務吧 我想問一下將軍 因為這一次呢 裴洛西他專機 他這個繞道真的很有意思 你看他是繞了這麼大一圈 那就被講說他為什麼這樣繞呢 其實為了避開很敏感的地方嘛 就是靠近中國大陸南海這個區域 中國大陸南海也秀出肌肉了 所以你怎麼看這個他的這個 走的這個路線 這個路線時間地點做法已經看出來 美中之間的熱線電話已經開始生效 避開了 對 第一個我們講幾個理由 美中有必要在這個時候開葬嗎 中國也沒有說他準備好 因為中國的這個建軍計畫到2030 他才算可以具備抵抗美國的圍堵 跟包含日本介入台灣問題的能力 那我們從頭看 徐大大不是在2018就講了全軍大練兵 對不對 那換句話說他到目標是到2022 那22到30還有8年時間 他還要做聯合作戰 指管通勤各方面的短板上的彌補 因為你不要看我們長期觀察 這個解放軍跟美軍的發展 美軍實戰經驗實在太豐富了 而且他們發展這個指管通勤 就是我講的C4ISR 這個東西早在二三十年前 美軍已經開始有了 但是美軍到現在聯合作戰還是有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基本上我算數的一點 就是美中沒有想在這次衝突裡面 攤牌決戰 是吧 那既然沒有這個企圖的話 裴洛西以個人一己之私來挑釁這個問題的話 已經造成美中台三方面的困擾 也製造了一些危機 所以這個危機的排除呢 從第一個即將 拜登第一個給你切割 告訴你軍方認為你時機不宜 那多idea 第一個布林肯也講了 然後還講一句話捨天竹的話 美國也不願意示弱 這個叫話捨天竹 那中國的姿態也擺得很明了 第二你看大陸東南演好五個地方的演習 那個演習是等於是一個姿態 不代表它後面沒有備戰的 所以這個雷根號航巡 我早在兩天以前就講了 它不會走海峽中線走 兩天以前我有預測它不會從琉球 關島直飛 第三個你看這個裡面很技巧 為什麼晚上 今天晚上兩邊 因為大家都要對這個事情要擺個姿態 再做個樣子嘛 你護航我要攔截 我要迫使你轉向 這個動作在白天的話 那個畫面看起來就你無所遁形了 晚上你除非用紅外線紙照到一部分了 那後面就是各說各話 我盡力護航了我盡力驅離了 最後什麼安全的問題怎麼樣 它降落也好回去也好 這個時候是後面來說的事情 因為軍事上演習 白天那個照片 大家看熱鬧心懷不軌的人都想 你開不開火啊 你要把它專機擊落啊 還是打掉一兩架F-48啊 對不對 這個東西就會引起大陸或者美國的民粹意志的反彈 那川普就坐著等 你拜登丟人啊 你什麼什麼什麼 這種後話都會出來 所以這個你看拜登的切割 航線的設計 時間點的設計 我是已經感覺兩邊已經喬好了 兩邊喬好了 所以前面的動作預備動作做了嘛 我五個地區的演習 我的遼寧號 山中號都已經到了什麼位置 後面美國的雷根號旁邊有跟肩 好 重點是從現在開始 是 從現在到10點40分 你落地不落地後面 這個階段是最熱鬧的 一個是美軍護航的飛機 美軍護航飛機我不相信它敢落地 它行政專機落地 美國的軍機不落地 因為這又犯了中國大陸的一個大忌 反分裂法裡面你美國的軍機 如果在台灣降落 那它不需要 它可能看到松山降落的時候 它軍機就走了 到琉球去了 因為雷根號起碼有40多架的戰機 它第一批來 我剛剛聽你們說的只有8架 這個是很小的數量 在我原來預計說 要真的確保它安全的護航 16架才算是 對不對 那你只有8架跟加油機 就是讓它能夠從 台北蘇山 宜蘭外海 護送完了以後能夠飛到 關島或飛到琉球去 或者是飛回雷根號 因為美軍的戰機巡航距離 只有600多公里 來回是1200公里 你萬一由不夠不是最海嗎 那雷根號已經在巴士海峽 距離台灣也差不多5600公里了 這個距離裡面 有加油機才能確保安全 數量少就是不要引起大陣仗的對決 好 下面一個 從現在開始我們就要看 它到了宜蘭 快到我們領空的時候 我們國軍要不要起飛 照理想應該起飛 因為你有攻擊可能破境 起飛以後 就變成每中排三個軍隊在天上 這就很難控制了 是 對不對 那台灣聰明的話是低調 低調 那低調裡面 如果我們的飛行員不起飛 又被人家罵 台灣又鬧腫了 所以這個問題 我就看他前面瞧的 最後在現在到10點44分裡面 空中演出什麼狀況 是 這是第一階段的叫危機處理 第二階段的最不可掌握的就是 裴洛西在台灣的表現是什麼 我最擔心是他在記者會裡面的胡說八道 他又燒一把火 這把火燒的話就逼得 這個共軍可能有第二波的問題 對不對 第一波他如果說是保持比較和平一點 是繞過北部跟你護航的美軍飛機接觸 如果那個直接一點是飛越台灣的領空上空了 那這個台灣怎麼辦 我們幾十年來的默契就被打破 這個是很可怕的 軍人跟軍人打仗是有存在的默契 這個默契從一世大戰裡面 雙方還可以交換相鮮的 對不對 還可以talk 聖誕節還起唱聖誕歌 這個就是長崎戰士裡面會演變出來 那台海的問題這麼多年來 我們的軍機都飛到金門去 那已經突破在廈門的領空 那我們也是讓中國大陸變成海峽中線 因為你很少看到戰鬥機來的 或者長崎在這邊 而且它都在我們西南角上 這個都是一種默契 那這個默契被打破了台灣的麻煩 後遺症很大 所以我最擔心的是明天的後遺症 這個後遺症是台灣驅逐不掉的夢魘 因為兩大相爭的時候 既然美國跟中國不會這次開打 那氣出在哪裡呢 就是台灣 這個時候我們才是麻煩 所以我奉勸蔡英文明天越低調越好 對不對 你今天也難免的像很多獨派的就說 哎呀 這要把佩洛西拿來做競選的章本 那 可能準備拍照啦 對啊 拍照啦 罵中共啦 或者佩洛西又見這個 什麼吳爾開西之間的異議分子 這個東西又再次再戳了 這個就是拜登很難掌握的東西 這個婆娘一向是不受掌握的 因為我們當立委的都知道 政府官員講話他有責任的 那民選的議員他受執行權的保護 那行為很囂張的 所以佩洛西不是囂張慣了嗎 跟川普吵架 施拜登的預算書 他的行為表現 我們在國會常常看到 這就是你有失你高度 有失你風度的一個 所以這個東西是 我覺得是最難掌握是明天 中午跟上午的一個行動 這個是我比較擔心 因為我不在乎 你們兩個誰的面子 我在乎是台灣的安全 是啊 你來到台灣這個地方 說是挺台灣 但是卻讓台灣推上了 戰爭的邊緣 另外再來看到佩洛西 他拍拍屁股走人 但是留下了這些傷痛 就是台灣自己要承擔的 來看到佩洛西 這次訪問行程當中 李顯龍就話中有話 他跟他講話的時候 就敦促要穩定中美關係 意思就是你來台灣 就是不是穩定中美的關係 另外他在馬來西亞的時候 他也講了這段話 跟他們的這些軍人合照 還說對這些無私奉獻的國家 男女軍人至上的感謝 但你知道你一來台灣這一趟行程 美國軍人仁揚馬翻 台灣的軍員也是仁揚馬翻 中國大陸解放軍也是仁揚馬翻 然後呢 他的行程來看到 8月3號去立法院 跟蔡英文見面等等的 然後呢 包括行程是立法院 蔡英文然後記者會 以及午宴 還有甚至到景美人權文化園區 最後離開台灣 我先問一下蔡委員 待會再問一下倩姐 這個人權這件事情 真的是讓大家覺得說 他來掌人權 那是故意就是要來挑釁 中國大陸的吧 裴洛西挑釁中國大陸 應該不是一個意外 裴洛西一向就是以反俄反中 作為他的一個政治立場的主訴求 他是意大利移民到美國的第三代 他的父親啊 在這個擔任過巴爾蒂摩的市長 他是也是FBI類管的 跟黑道有關係的一個政治人物 所以他們家裡面一向是會比較意大利式的硬派 那他這一次啊 跟美國的國內氣氛是一致的 我們不能否認 美國國內現在的主流就是反中抗中 如何削弱中國崛起 不管你搞那個什麼chip4幹什麼 你搞那個印太架構幹什麼 所以他是符合這樣美國的民意的潮流 現在只是美國的民意要表現誰比較勇 那裴奶奶裴老太太說 你看我都八十幾歲了 我還敢衝到第一線 你們這些人說chicken out 他來到台灣只要一降落他就贏了 美國就贏了 這次跟美國跟中國大陸之間意志力的較勁 他回去就可以嘲笑川普啊 你不是說我crazy Nancy嗎 對不對 我就可以罵你說coward Trump對不對 你就懦夫川普 所以這個變成說 是美國政治跟美國對中國大陸政策 一個氣氛的延伸 他剩下他怎麼會在乎 你那個什麼人權園區啊 這小事情嘛 他也可以是228紀念館啊對不對 他也可以是什麼 如果金門砲戰有什麼紀念館他也會去啊 他不然就要說 他的目的就要收割他所有的政治上的利益 當然我們台灣會有人會擔心說 哎呀會損失台灣未來的 對 那這個東西中國大陸也會面對一個很大的困境啊 中國大陸國際上就問你啊 裴洛西來你不敢反制 你說的那麼硬說他反制 你不敢反制 還讓他順順利的離開 順順利的來 然後你什麼打小孩出氣 你拿台灣出氣 做什麼有幾家食品廠商啊 我要修理你啊 或者你走了以後我要怎麼弄啊 小力耗盡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鐘來包某某水 放鬆心情舒緩焦慮幫助睡眠 讓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飽店再出發 蠟氣的推薦代碼CPI567 還有主播出人物CPI44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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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